中最有权势的府邸一夜之间被抄了满门 一下从天堂变成地狱 所有人都惊慌是错 而平日里装傻藏拙的大小姐却一场冷静 因为她是带着现代记忆穿越过来的 所以特地先来拿取了最重要的东西 各种商谷的书籍方便她东山再起 因为这次一大家几十口人全都要遭殃 一向稳如泰山的老太太也有些发慌 而平日里老太太根本看不上花指 不但每天都把她困在一所宅院不让外出 而且发现花指读了商谷的书籍还要挨法 去司堂盘行 朝女界百变 花指警戒 而这个众人眼中一无是处的大小姐 却成为了拯救家族的希望 因为这次家族男丁满十岁的都要被判处流放 而花指的弟弟刚好九岁 因为未到年龄侥幸地逃过了这一劫 但是最刻薄的老三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的儿子上个月刚过完十岁的生辰 小小年纪就要和母亲分离被判流放 而兄弟四个最年轻的老四膝下还没有子嗣 也只能无奈地和妻子告别 因此这一大家人几乎已经无意难盯 全家的重担都交给了这一群女人 但他们却都心怀鬼胎 等官兵一走就立马乱成了一锅粥 丫鬟们能抢的能拿的全部顺走 然后逃离这里 见此情形刚刚和儿子分离的三夫人赶紧跑回房间 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保管 而二夫人没有那么贪财 她只准备带走儿子的书 四夫人则是拿着老四的定情信物 这是日后唯一支撑她的念想 而大夫人就最离谱了 直接就要上吊自杀 好在是花纸及时地阻止了她 这么大的内宅 哪个女人不是独自活着 在花纸的一番劝说下 其母亲才是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而这次之所以遭遇如此大的变故 是因为京中有人私造兵器企图造反 恰好是发现了花纸研究的图纸 而以恶为名的七秀司奉命调查此事 便是让花纸下车搜身检查 但她好歹是大小姐怎么能随便露面 好在是太夫沈家公子出手相救 那既是沈家的郎君不可怠慢 来几个人把沈家郎君插出去 是 放开我 眼看情势控制不住了 关键时刻世子顾燕熙赶来 在她的解围之下才是救了花纸 而正是这个路见不平的顾燕熙 日后竟是抄花纸全家的领头人 她这次是奉命从北韩之地来到京城 晚上皇上为立储之事和兵器案子召集了群臣觐见 而顾燕熙则则是被皇帝安排在一旁 皇上的两个儿子惠王和宪王 两人为了皇子之位都虎视眈眈 而皇上并不想立储便准备杀鸡儆 一向敢言的花家太公便成为了牺牲品 花青一向敢言 吕宇忠言面次振之过失 那怎么这次司柱案竟一字为上呢 在皇上的激将法之下 老太公便将心中之言说了出来 姬秀斯罔顾国法 私刑滥杀 是朝野惶惶 百姓战战 储君之位 迟迟未定 皇子们争斗不休 臣子们彭比为奸 各为其主 请陛下 为设计念 早日离弊梯度 责定储君 皇上听到了这话以后 便给了老太公安乐的谣言 煽动天下明示的罪名 所以才是盼得他全族革职流放 而此时正是给顾燕熙看的 顾燕熙也看出了皇上的意思 为了保密 顾燕熙用小刀划上了自己的面骨 因为面容有回者不得为储君 还戴上了七宿司的面具 决定以后为皇上办事 所以这才是抄得花家满门 而花家幸好有一所太后赐的宅子 才是让这一众女眷有了容身之地 而花只要带她们进行变形计 与家族的全部男丁被判终身流放 一众女眷只能搬到城外的破宅子 过惯了奢侈生活的夫人们都露出了嫌弃的眼神 只有花只没有自暴自弃 不但是打扫卫生亲力亲为 而且不顾一众人的耻笑 抛头露面的在街上做生意 因为她相信风雨过后必见彩虹 我们须得同舟共济 才能熬得过去 然而乌路偏逢连夜雨 接下来一系列悲催的事接踵而来 晚上一大家人都要挤在寒冷的屋子里 唯一的取暖物就是这块火炭 因为火炭容易中毒 所以晚上休息时花只还特地留了一道门风 让空气流通 可是到了半夜外面的风比较大 硬是把秦姨娘给吹醒了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把门给关上了 这个死丫头 门也不知道关个牢 怕夹着尾巴吗 没过一会的时间 众人纷纷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 好在是花只感应到了醒了过来 结果却发现有人把门关上了 于是她迅速地叫醒了大家 才是救了众人一条命 但花只是最后一个进房间的 所以众人的矛头都指向了她 秦姨娘害怕暴露便说道 大姑娘 你一时大意 夫人们又不会怪你 你硬着脖子不认干什么呀 秦姨娘 或许 真的不是侄儿呢 那你倒说说呀 不是她 是谁呀 花只有理说不清了 好在是此时里哥及时地说道 这秦姨娘关的吗 我看见了 而那一幕恰好被她发现了 可众人却吵个不停 这也激怒了老太太 见到这些人如此的不团结 花只内心是有苦说不出 还记得阿爷对她说过抉择的路 一定要走到底 这才是坚定了花只的内心 但是第二天又出现问题了 如今人人都躲着花家 老太公的门声却主动找上了门 提出了让众人筹钱购买田地 这样才有机会重回京城 而花只看到这一幕便询问 买多少地花多少钱 这是你们好不容易带出来的东西 都要当了吗 这些不都是身外之物吗 省下钱来赶紧的买地质 花只觉得这是肯定不简单 所以趁着门声带着珠宝离开后 花只立马吩咐中枢跟着他们 结果中枢一路跟随 果然门声把珠宝送进了当铺 难道是花只这次多一了吗 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于是第二天便来到了当铺询问 陈郎君那日把东西拉来 只是寄存半日 让一便拉走了 原来是门声将棋都拿去堵了 所以这次输完了又上门又骗 谎称还差一些钱让大家凑棋 所以最后的家底都拿了出来 正要离开是好在是花只赶了回来 当众揭穿了门声 这陈芝根本就不是好人 我们的钱都被他拿出来烂赌 你空口无凭 你有证据吗 随后他拿出了一个玉佩 这正是门声之前输到赌场里的 被揭穿以后门声直接气急败坏 架起来马车就要强行地离开这里 好在是花只得知附近埋伏了七宿司的人 所以恰好利用了他们 将门声给控制住了 但是这些书和花只也被带到了七宿司这里 家里人乱作一团都认为花只回不来了 好在是顾燕熙并没有难为他 还决定将这些书籍还给花只 这也是花只让众人幸福的第一步 18岁少女想凭一己之力 撑起这个只剩43口女眷的大家庭 尽管家里没有男丁 她处处碰壁 成为了人人欺负的阮世子 然而她也并没有怨天尤人 反而是让她的动力更加的十足 我想涨家 管事 可她只是个乳秀未干的小丫头 祖母便带着疑惑询问 为何呢 我知道一条路或许能走得通 而这条路就是经商制服 只要凑足了2150万贯钱 就能将家族男丁全部赎回 但在这个朝代女人经商很难 再加上这个今天的数字 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要知道祖母一向是反对她经商 这次她会同意吗 而今天是家族男丁 去北地流放的日子 因为北地实在寒冷 这一大家人便拿着仅有的积蓄 准备了后面袄 而这次送行众人 只能一个人前来 所以花只便成为了一家人的代表 可走到近处花只才发现 祖父的手已经伤痕累累 便赶忙地给了祖父一个定心丸 祖父 家里出事以来 我从来都没有哭过 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家的 随后花只将棉符发放给了大家 如果没有这些棉符的话 恐怕43口人都会扛不过去 然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长着好情 要被醒完这种 虽然我眼泪都快出来 西楚阳关 无故人 随着喝完这杯送行酒之后 也就意味着他们此生在南相见 临别之时四叔告诉花只 后山两棵大槐树下有自己留下的东西 祭队长去浇浇水 这么风筒 气准了 然而就在众人分别之时 顾燕熙突然赶了过来 随后他将老太爷叫到一旁询问 多年前一直跟着他的同仆是谁 原来是顾燕熙的母亲当年死于一场大火 而他唯一疼爱的妹妹烧药 也因为那场火这么多年都神志不清了 所以顾燕熙一直在调查此事 而这次他从管家口中得知了那场大火 很有可能不是意外 我觉得你娘娘在喊救命 要是自焚的话又怎么会喊救命 还记得小时候花家曾有个童仆告诉过他 其母亲临死前身边突然多了个嬷嬷 我母亲向来都知身边并无嬷嬷 只有这童仆知道真相 所以时隔多年顾燕熙才来询问那个童仆是谁 而这个童仆其实就是花只 花老太爷为了他安全便不想透露 若是有意隐瞒 倒叫我有些好奇了 此时县王突然赶了过来 他的大理寺一项和顾燕熙的七宿四不合 而这些犯人是县王所管的 便质问顾燕熙为何而来 而顾燕熙只好说前来搜查犯人 结果还真从他们衣服中发现了银子 而此时花只也不知情 原来是家中的夫人缝制衣服是偷偷放的 好在是花只自己拦下了所有罪责 要不然家里的男丁终身流放就会改判直接死刑 因此花只为了他们挨了几十丈行 顾燕熙摘下面具主动地来找花只 带他来到附近的医馆治疗 病人是你家娘子 是先生放手医治便是 没想到来医馆还要假扮夫妻 随后花只来到后山的槐树下 拿到了四叔给他留的一封信 原来四叔在他刚出生的时候 手里没有积蓄便准备了几十烫好酒 特地的埋在了地下 本是打算花只出价再拿出来 如今也只能提前地告诉花只 而这些酒总共埋了十五年之久 花只便将其兜当了个好价钱 只留下来了一罐 拿着这些成本 花只的下一步就是凑齐2150万罐钱 那带全家走上致富之路 女孩制作出了可口的糖葫芦 还充分地把握住了商机 明天是咱们开张的第一天 咱们要赶她放学时候 堵在学堂门口 谁愿意去啊 可在古代女子都不愿抛头露面 当街叫卖 所以谁也不愿意去 而这也给了想拿回 涨价权利的三夫人机会 以咱们家的门地 莫说灵儿她们了 便是一个小丫鬟 哪一个是不要灵的 前街叫卖 名声还要不要 听闻此话花只早有准备 她已经预料到了三夫人会捣乱 所以提前早早地 就准备好了灯笼头头 这样不但能隐藏身份 而且还吸引小孩子 老太太对花只也是刮目相看 等到下午两个丫鬟先打了头阵 你说咱们这方法龙行吗 走啊 快点 我也不知道啊 学生们放学了两个人还不好意思 生怕卖不出去 结果学生们自己主动地围了过来 一袋儿 好吃的你尝尝 学生们吃了一口实在是太好吃了 这新鲜又可口的玩意 没一会就卖光了 这一下就赚得盆满钵满 而花只为了让大家更有动力 还给他们提成 净账的十分之一归你们两个算作工钱 其他人都投来了羡慕的眼神 纷纷后悔自己今天没娶 于是第二天大批的丫鬟纷纷都上街叫卖 家里也毫不停歇地开始供应 自创的花季糖葫芦很快就会在京城打响 这可是把三夫人气得不轻 哎呦 大嫂二嫂 你们凑什么热闹啊 哎呀 有什么办法呢 要不然比哥的纸比钱 打哪来啊 一个个的掉进钱眼里 看来这涨家全是不好拿回来了 而花只的目标是摆上三个月的摊 便开始准备下一步发财计划 结果路上遇见了冤家顾艳希 谁也那么讨厌 很久没关注过花只的顾艳希 这次偶然发现了花只在卖糖葫芦 而顾艳希一直守在皇上的身边 皇上最近政务繁忙胃口也不佳 于是第二天顾艳希便主动地找到了花只 尝了一口一下就吃到了他心里 而花只生意这么好的同时 看到穷苦人家还不忘记赠送对方一个 这便是更加的让顾艳希刮目相看 而花只把近些日子盈利的钱全都买了小鸡 难道他下一步的计划就是以鸡生鸡吗 这一大家人纷纷都好奇地围在一旁 只留下了三夫人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屋里 气得他只能拿鞋垫来撒起 很快到了发放工资的日子 上街叫卖的丫鬟们月月都能领到几十贯钱 而可怜的三夫人只能领到半贯钱 没想到被逼上绝路的他晚上便发现了机会 有小丫鬟晚上偷偷拿走蜜糖 下好被三夫人给发现了 他决定下一盘大旗拿回掌家权 第二天顾艳希给黄伯父拿回了用果子做的糕点 黄伯父尝了一口赞不绝口 这可是把小太监给馋坏了 卢必就想逃一块尝 哎呀这艳希给我买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果然是半君如半虎 而此时献王也带着大厨的糕点来讨父皇开心 结果父皇一点不给他面子称胃口不好 这可是把献王给气坏了 第二天就要把花家的摊子给砸了 结果来到这里发现冤家顾艳希在这里 在她的阻止之下 献王不但没得逞而且还亏了一顶金子 可这边的危机解除了三夫人又要做妖 到了晚上小丫鬟又一次偷东西要带出去 结果被三夫人抓了正着 随后要当着大家的面拿回掌家权 而此时还惊动了老夫人 立正女孩被关十年第一次上街有些不知所措 小乞丐看她穿着华丽向她乞讨铜钱 没想到她却从对方碗里拿出来一个就要离开 而当她吃了小摊味的甜果对方给她要钱时 她嘴里只是说出了五个字 这一句话给对方整猛逼了 原来女孩是王府的小郡主韶妖 因为小时候受不刺激一直被关在这所宅院里 就连府里的丫鬟都把她当傻子 每次给她送饭件她不吃都会自己吃了 结果这次一番疏忽之下门忘记锁了 同时府里的管家也神神叨叨的 这次她询问韶妖其母亲十年前被害的事 可韶妖又怎么会记得 殊不知此时黑衣人正在一旁盯着 可随后管家却从一个饭盒中 想起了十年前的真相 然而她正要给柿子顾燕熙发出信号时 黑衣人突然出现用铁丝勒住了管家的脖子 好在是她凭借最后一口气将信号发射了出去 可等七宿司的人赶到时 管家已经早早地领了盒饭 同时韶妖这边的门恰好被封刮开了 所以十几年她第一次跨出这个门 幸运的是她遇见了心地善良的花指 所以这次吃了她的东西也并没有难为韶妖 你叫什么呀 我叫韶妖 我还武当呢 花指见到韶妖像是失去记忆一样 于是便把她带回了家里暂时收留她 一位管家的死让顾燕熙又一次无法查明母亲被害的真相 然而此时手下又来通知她妹妹韶妖不见了 侍妹如命的她心急如焚 同时韶妖这边踏入了花指的大家庭之后 发现了这场面太温馨太温暖了 这里所有人都热热闹闹的 从没见过这场面的韶妖激动地哭出了声音 这是谁呀 这里真好 在这里韶妖第一次尝试喂小鸡的快乐 以及吃饭的时候有家人陪伴的温暖 刚才有些舍不得离开这里 晚上老夫人咳嗽的非常厉害 这声音刚好被韶妖听到了 别看韶妖是自闭症但她精通药的 吃不好这个 哎呀傻丫头 你瞎说什么呀 先生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这个花针款的花 三百匹 还有结梗 这是前朝太医 有些才的法子 郎中瞬间佩服的五体投地 大家也纷纷夸赞花指捡回来了个宝 第二天花指带着韶妖上街摆摊 恰好被哥哥顾雁熙发现了 她悬着的心这才是放下 可随后花指却很是生气 便把心事告诉了顾雁熙 我家里的小鸡小鸭上有朋友没办 每人放风撒眼 勺妖连他们都不明 听到这话顾雁熙内心有愧 于是决定让勺妖在这里多留几日 同时三个人还一起来摘果子 让勺妖体会到了前左未有的放松 然而不幸的是 黑衣人还一直追着勺妖不放 她准备通下杀手 而这一大家人却全然不知 好在是顾雁熙离开的时候 发现了端倪 所以等晚上刺客要行刺时 顾雁熙带着七处司的人赶到 成功地将刺客拿下 本以为这就结束了 可顾雁熙发现对方的武器 是刀不是铁丝 原来现场还有另外一名刺客 直接冲进了宅院里 然而花指带着勺妖逃走的时候 却被刺客用铁丝给拉了回去 此时顾雁熙带人赶了过来 而戴着面具的顾雁熙 花指并不知道她真实身份 随后顾雁熙拿出了铁弩 在对准花指的时候又暗示她 原来抄家的时候顾雁熙对花指说过闪开两次 所以最后她射出了那一箭之后 花指迅速地闪了过去 刺客也当场领了盒饭 还仅用几块破木头组成的小匣子 竟带领全家都搬进了大宅子 只因女孩的思维已经超越古代人 制作好的木匣子只需要轻轻转动后面 从前面看就会发现新世界 里面的画面就像走马灯一样一直流动 而如此新鲜的玩意会引起古代人的好奇心 原来是小贩都模仿他们卖糖葫芦 把自家的生意都抢没了 所以女孩才想起来这个营销方式 买一串糖葫芦 就可以看一次木匣子 很快这里就围满了人购买 我的生意虽小 但细水长远 一日蒙天不佳佑 总算不在座吃山公 这下花纸又赚得盆满钵满 只能说花纸的经商头脑太强了 而此时顾燕熙的赶来又一次让她想到了商机 因为顾燕熙曾送给过花纸京城第一酒楼的典型 明明味道不怎么样 却许多人花重金去排队购买 这次顾燕熙直接说出了原因 黄都的有钱人多如牛毛 跟风的也多 不管瑞赫楼里卖什么 他们都会卖 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不进则退 花纸下一步致富计划已经想好了 可是这两天攒了一些钱 有一些余钱赶紧去聘请一些护院是正经啊 让花纸继续投资还不如找护院 而花纸早就料到了 于是便给三夫人洗脑 称自己下一步会让人上门送钱 三夫人见钱眼开便爽快答应 随后花纸安排了丫鬟抱下 在云莱酒楼门口记录来往人数 这一下午可以说是一直爆满 花纸便决定从云莱酒楼下手 第二天便约了酒楼的白掌柜 拿出了自己制作的点心让对方品尝 结果白掌柜吃了一口很是满意 花纸每日去酒楼送点心的时候 都会派人一路摇喝花纸 就这样很快三个月时间过去 不但花纸的名声打出去了 而且白掌柜还要花纸继续供应 尽管价格时温一份白掌柜也爽快同意 自此以后许多酒楼都找花纸进货 为了这个大家听花纸又一次立了大功 花纸还给他们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我们可以搬回城里了 这个消息让大家都激动不已 总算是熬出头了 三夫人迫不及待的就要去付定金 这就去跟我付定金 这挑好的宅子呀可不等你 众人忘记了老夫人还没发话 把你们给惯了 这七嘴八舌的 我还没说话呢 搬 只能说老夫人太调皮了 虽然大家终于搬回了大宅子 可家里的男丁却受流放之苦 甚至在寒冷的冬天窗户还漏风 因此还是有人嚼舌根 这一屋子娘们 手挞着白花花的银色 还能守得住 姑娘 这是你教室的地方吗 此时以前跑路的护院突然出现 上次花家被抄她是第一个跑的 这次花家东山再起她又回来 因为带了十几个护院 花指在她威胁下 只能先同意她回到花家 林亲生母亲是姨娘的身份 所以每次给儿子来送礼她都不收 什么比我娘不给我买 谁稀罕你送 儿子根本就不认她 见此情形秦姨娘也无可奈何 只因这孩子刚出生就过继给了二夫人 所以这次花指带大家重回宅院后 秦姨娘特地挑选了一间柴房 因为这样正好能隔着窗看见李哥 二夫人见此情形立马将窗户拉了下来 她不允许任何人把李哥抢走 然而她不知接下来会发生意外 同时得知乔迁以后顾艳希第一时间来见花指 还特地送了她一把绣件防身 两人如此亲密惊动了吃瓜群众 而二夫人都看出两人关系不简单 其母亲却还蒙在鼓里 难不成 难不成 难不成你的鞋底子还要那几双大号的 让你家大姑娘拿去送人 此时的二夫人马上就笑不出来了 而李哥这次偷偷地逃学 被二夫人给发现了询问缘由 李哥却说学堂的人都嚼舌根 就连教书先生都说他们是罪人之后 状元秀才全都考不了 不给考也得读书 明日跟中书上学堂去 不去 一定要去 明天一定要去 不去 不去 我就不去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李哥一气之下便跑了出去 甚至还向着府外跑去 这么小的孩子很容易有危险 二夫人便迅速地把这事告诉了花指 而秦姨娘也恰好听见了此事 随后一众人找了一下午也没发现人影 结果李哥藏在了小河旁 他听到了众人寻找他的声音 在后退的时候还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眼看就要奄奄一息之时 秦姨娘听到了呼救的声音 她迅速地跑了过去 接着一跃而下跳进了湖里救人 但她也不会睡 此时花指也带着众人感慨 最后两个护院成功地把两人救了上来 然而秦姨娘控制不住说出了心里话 这话直接触碰了二夫人的逆铃 秦姨娘也没有任何办法 等第二天秦姨娘的身体还没恢复好 其嘴里还一直念着李哥 念有什么用啊 咱们这些做姨娘的 天生就没有那个命 这声音被路过的女儿秦儿给听到了 她替母亲打抱不平 于是便转身来找到李哥 大声地告诉了她真相 躺在柴帮里的那个才是你娘呢 秦姨你说什么 我娘怎么会在柴房里 你知道为什么秦姨娘好好的屋子不住 要住柴房吗 你知道她为什么老实陋陋地看你吗 你知道她为什么明明不会谁 就还要不顾心心地救你吗 由于声音过大 恰好被二夫人给听到了 当即就要把秦姨娘丢到外面 让她自生自灭 要知道现在秦姨娘还病得严重 而李哥看到这一幕也无动于衷 好在是此时花指赶了回来 二夫人却说秦姨娘坏了规矩 她刚救了你儿子 又受了这样的伤 是坏了多大的规矩要遭这样的罪啊 花指见对方态度坚决 而秦姑娘也在苦苦哀求 最后花指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让秦姨娘去店铺帮忙每月回来三次 二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 而李哥也决定以后好好读书 但是没有教书先生也不行 花指东奔西袍也没有人愿意来 因为她的家里全是女眷 而一向正义的沈妻决定去她家任职 还为了让家族壮大决定聘请文武先生 但因为家里都是女眷 根本没先生愿意来 而没上过学的勺药很是期待 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寻求哥哥帮忙 哥哥 这几天玩得开心吗 花姐姐太忙了都不陪勺药玩 他都忙什么呢 他在找五个先生 什么是五个先生 赌儿跟我说五个先生就是会打架的先生 我问他六个先生是什么 他就打不上来了 那他找到没有 哥哥你身手好 你来当五个先生 我不就天天地看到你了吗 为了帮花家先找到文先生 顾燕熙动用了七宿司的权利 给京城大儒穆先生送了一封推荐信 但七宿司一般出手的话就都是灭口 所以吓得穆先生没敢看信就和学生们诀别 你我师徒一场 没想到今日这般决断 此时的穆先生很是难过 因为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点心了 可随后学生打开信以后 才发现是让他去花家教书 不但报仇丰厚 而且还能吃到点心 穆先生心中大喜 花指走了好几日 邪还磨破了都没人愿意来 他全然不知穆先生能来全靠顾燕熙 而当穆先生听到要男女同毒时当场就拒绝 男女同毒 那成何体统啊 那这果子 听到可以吃果子穆先生秒变态度 可他如此大的年纪能教好孩子吗 同时一大家人得知了有先生来很是高兴 但是众女子爱好文学的也有爱好武功的 所以他们又期盼起来了穆先生 穆先生好呀 穆先生我要第一个去 那么穆先生究竟是谁呢 而第二天穆先生第一天上课 勺药就逃课被花指被抓到 等花指到学堂门口更加离谱 由于穆先生的耳朵不好使 他在上面自己念书 下面孩子却在嬉闹 而他每次观看下面 孩子们又装作认真听课 这可是把花指给气坏了 于是便拿起小石子 给了孩子们一个教训 谁在说话呀 是 是外头的鸟儿在叫 你大点声 先生 外头的鸟儿在叫 了叫啊 只能说穆先生不愧是大乳 而此时让花指下定了决心 准备把穆先生开除换个年轻的 而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晚上护院李贵要推荐儿子做武先生 而花指见他平行不好便拒绝了 这也惹怒了李贵 要知道李贵是强行留下来做护院的 甚至经常威胁夫人们 向他们索取钱财 而一众女眷也不好反抗 所以花指这次才是拒绝了李贵 李贵便以快过节为由让花指涨工资 否则他们就撂挑子不干了 花指见此情形说到不干了又会怎样 会怎样 这府里可都是女人和孩子 要是伤了谁他都不好 你要长多少 这回先长一份 看来李贵还有下回像个吸血鬼一样 此时的花指不能强行地把他赶出去 只能使用计谋 他的下一步就是请一个品行端正的武先生 再抓一个好时机把李家父子抽粮换住 还带领全家过上了好日子 却没忘记在街边施州救济百姓 帮流放在北地的南丁们祈福 然而皇上又岂会让罪人之后东山再起 所以这次花家又迎来了被抄家的风险 若花家当真与太后一死 恐怕陛下不会再放过他们了 原来是花家的祖母一直和太后有书信来往 两人有着四十年的友谊 这么多年也没有断过联系 可是这一家罪人和太后联系密切 又怎会让生性多疑的皇上不猜忌 此时皇上决定利用凌王下一盘大棋 而顾燕熙是凌王唯一的儿子 面对两人出的这道难题 聪明的顾燕熙便说自己方才一路骑马过来 一身的尘土没来得及更衣 表示自己坐到一旁就行 可皇帝却并没有因此罢休 等顾燕熙过来到酒时 皇帝又故意刺激凌王 这几样菜都是你自幼就爱吃的 等下多吃些 因为顾燕熙一直跟着皇帝长大的 因此这话刺激了凌王 凌王一气之下便拿出了太上皇说事 因为太上皇曾经看中凌王 所以皇上便借此为由发脾气 晚上皇上特地把顾燕熙留了下来 故意说今天生气主要原因是因为太后 为了这端午家宴 我早几日就请了太后 可太后跟我说 近来身体不适竟然连一面都不肯露 太医可有转动 哪里是真的不是 那是因为花家的事还在记恨我 说来说去还是花家的事 皇上表示太后和花家祖母年少时就相好 所以怀疑他们会有动作 太后的凤降宫中常常有秘信送出 从去年冬天到今日已有欺负之路 皇上怀疑太后和花家图谋不轨 所以便吩咐顾燕熙去查探秘信的内容 而顾燕熙万万都没想到 皇上竟然连其母亲都不信任 弱大一座皇城 真的有你信任的人吗 此时顾燕熙心中期盼花家千万不要谋逆 而花家此时还不知道危机来临 在端午节这天一大家还开开心心 花纸还不忘记在这天当街市周救济百姓 他得知了端午记彩绳会避邪 便特地多要了一个 晚上便把彩绳送给了顾燕熙 还帮他寄了上去 此时的顾燕熙很是感动 而正好现在花纸在招五先生 顾燕熙决定应聘 我想应聘你叫五先生 这样不仅可以查探秘信内容 而且还可以暗中保护花纸 因为他不去查的话皇上也会排其他人查 第二天花纸便将顾燕熙带回了家里 可是这却引起了护院李贵的不满 于是趁着顾燕熙来到了花祖母的住宅 正要去探查时 李贵便安排了儿子李继宗对顾燕熙出手 开个玩笑 别介意嘛兄弟 这位兄弟继任了五先生 想必身手不错 敢不敢鄙视鄙视 李继宗又怎么会是顾燕熙的对手 正当两人动手之时 花纸及时地赶到护住了顾燕熙 而这也是顾燕熙第一次感到温暖 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站在他前面 可面对皇上要查的是他该如何应对呢 还历尽千辛贷全家致富后 没想到对未来无限憧憬他 不但遭到了心上人的拒绝 而且还险些被自家的护院要了小命 我现在就揍着两个小贱 原来护院一直对家里女眷心怀不轨 这次刚好赶上她喝的烂醉 还遇见了新来的丫鬟深夜独自加班 护院见她是新来的便肆无忌惮 还拿着鸡毛挡令箭威胁对方 第二次站的护院总管 你如敢叫出声 先挨三十棍子在碾 由于念秋是新来的便害怕极了 花指给听到了 于是他迅速地赶了过来救人 可此时门却是牢牢地锁住 在这千军一发时刻 花指拼尽全力才是将门给打开 可护院却把矛头指向了他 好在是花指早有准备 待他靠近之时用茶壶将其寄 随后又跑向了念秋 幸好赶来得及时才挽救了念秋 然而此时护院的父亲李贵也赶了过来 既然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 两父子便决定将两人给灭口 烟熙全全对准脸部输出 才是将这口恶气给出 最终李贵父子给送往了官府 经过此事之后 烟熙不但交付里的孩子扎马不学武 而且还亲自指导花指练习修剪 防止以后再出现此类的事情 而花指的梦想也不只是掌家制服 他还打算以后起码环游世界各地 而烟熙在指导他的同时 也让二人的感情越来越深 可两人还没表明心意呢 祖母突然赶来发现了这一幕 祖母在花指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在几十年前祖母就是骑马浪迹江湖 还在一处木屋中和祖父相识 因此祖母便有了这段姻缘 而祖父后来还靠自己考上了状元 祖母对花指说这些话的原因 就是让他把握住这次机会 我觉得我心里是喜欢他的 但我现在是花家的当家人 百废待兴 我不能向他许诺声 这你就想错了 无论为了多少人 无论是多大的事 莫要付了清纯 花指顿时想明白了 但老夫人还要替花指把把关 于是将燕西叫来询问 你对花指是如何看法 她有胸襟 有胆识 胜过世间千万人 她心中无浊气 有静气 沉似水 静如风 听到这话以后老夫人很满意 但是老夫人有一个要求 就是绝对不能欺骗花指 可是燕西已经骗了花指 因为她世子的身份从没告诉过花指 而且她就是花家的超家仇人 可蒙在鼓里的花指 忍不住对她表明了心意 欺骗过花指的燕西 也只能为心拒绝 我 当你是知己 听到这话的花指伤透了心 既然儿女情长 不能如愿便搞事业 她经过很久的研究 决定租聘小河旁的三间 快要倒闭的铺子 那么接下来她会有什么计划呢 同时韶耀在街边 被误认为是花指 十二少爷追了上来 要为她割出一口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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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